12月27日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授贤和患装宣誓仪式在并举行 长期以来 省消防救援队员出色完成 以防火、灭火和应急救援为中心的各项急纳险重任务 用汗水、鲜血 乃至生命维护了全省社会稳定 和人民生命采产安全授旗仪式上 省消防救援总队政委彭建宏 宣读了向各支队授旗的决定 并依次向太原、大同、硕州、新州、旅梁、近中、阳泉、长治、近城、民坟、运城等 11个消防救援队队主观受中国消防救援队对齐 全场消防指战员向对齐庄严敬礼 随后 彭建宏宣读了授予总队机关消防救援指战员 各支队主观消防救援贤的命令 并带领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集体宣示 消防救援队伍这套火焰蓝制服 今年11月初已经公开亮相 制服总体沿用传统制式服装样式春秋长服 东长服在袖口增加袖时代 总监为一粗二系 指挥长为一粗一系 指挥员为一粗 消防员为一系颜色方面 这套制服的春秋东长服做迅速选用深火焰蓝色 出出消防救援队伍的职业特性 下长服上衣和内衬衣指挥长以上 采用白色其他的采用前火焰蓝色 目前中国有17万现役消防军人 另有约20万政府专职消防员如今 他们见证了历史 这是最后的消防部队 这是最后的消防战士 2018年3月21日中央印发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公安消防部队不在列武警部队序列 全部退出现役现役编制 全部转为行政编制 2018年10月4日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消防救援贤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最后截止题 出建立消防救援贤机制 2018年10月9日 消防部队移交一事 正式召开 在2018年11月9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授其一事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采写 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杨精摄影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旭光编辑 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董晓鸿 董營灯 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